新的定義喔 別人沒有用過的啊 有包裝好 這是新的 去店上買到 一般都會想買到全新的東西 那個對我來說就是新的東西 什麼叫做新 沒穿過的東西 沒用過的東西 就是新的 沒有人使用過 對我來說是新的 全新的東西就是 完全沒有拆鋒過 未來的 往前看的 我覺得新的定義有很多耶 你心裡喜歡就覺得它是新的 沒有看過 對啊 沒有看過的東西 新的東西就是全新 沒有人使用過啊 然後 就是新的東西這樣 用過的東西對我來說就算是舊的東西 對我來說用過的東西它就是全新的東西 穿過用過就是舊的 被使用過就是舊的 拆鋒過或是有沒有使用過 穿過就是舊的 穿過就是舊的 使用過一次以上啊 就是有人使用過就是舊的 就是有人使用過 舊的東西大概被我用到差不多該丟掉的時候 那我就是舊的 沒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